保持身材 這是一個毫無止境的一個努力 禮拜一禮拜三PILOTES 禮拜二禮拜五我要做重訓 然後禮拜五早上 我還要做一堂瑜伽 想知道劉女士接受姐弟戀嗎 我個人嗎 Melody自律運動菜單維持少女身材 不排出姐弟戀年齡只是數字 Hi I'm back Melody近日在小紅書開放QA回答粉絲問題 妳知道妳在康熙的港還會反覆被提起來嗎 真正的中文名是什麼 很高硬 姓劉 劉硬炮 什麼都說 很高硬 劉公賢 我在經營小紅書我常常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hashtag劉硬炮 因為我的意名是音樂 可是大家好像似乎不知道 大家好像都認識我是劉公賢 還有劉硬炮 其實有人叫我硬炮我真的有回頭 請問妳保持身材的秘訣是什麼 平常有什麼病動的習慣嗎 保持身材這是一個 毫無止境的一個努力 我禮拜一都要PILOTES 禮拜一禮拜三PILOTES 禮拜二禮拜五我要做重訓 然後禮拜五早上我還要做一堂瑜伽 我說這每一個運動其實大家都以為說 是因為妳很虛榮 妳只是要漂亮 其實到我這個階段是為了身體健康 還有飲食啦 我以前很誇張 我都吃很乾淨的食物 都吃很少 什麼一個晚上只吃六分包 六點以後不進食 我後來覺得人生太痛苦了 何必這麼節制 所以我現在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胃不良體重了 想知道劉女士接受姐弟練嗎 我個人嗎 我其實我覺得戀情是這樣子 年齡只是一個數字 我覺得最重要是說 我們應該要期待 跟要能夠經營一段健康的關係 互相尊重 然後互相可以學習成長的關係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有網友問妳平時會內好嗎 如果有是怎麼化解的 我是內好女王OK 我發生了很多人生的事以後 我才發現內好其實真的只是 消耗妳自己的精力跟體力 其實是不必要的 因為有很多結果 是妳不能夠控制的 所以妳內好 妳自己把心跟肺撞在一起之後 妳只有自己生病 但是其實別人都沒有被影響 所以很多事情看淡就好 不需要太認真 當然要認真做好妳自己的本分 但是至於妳付出的 妳得到的一些 outcome 結果 或是別人的一些所作所為 我們控制不了 就放掉它 這樣子比較不內好